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迪教官 教官 队长抓了一个鬼子 小鬼子 你认识我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中国人 司令 阮房的那个小鬼子 不对啊 他们应该还有一个人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是 你们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听不懂 会场那天你就出现了 宴会那天你又出现了 你还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吗 我就是中国人 嘴还挺硬的 我告诉你 等我问完今天 被你们追杀那个人 我就知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 李慧 刚才带回来的人审问完了吗 还没有 别问了 就搞清楚他是不是鬼子就行了 为什么不是 张天明 哎 司令 要不我现在去审 嗯 说 被抓紧那个人 为什么追你 为什么打上你的胳膊 被抓进来了 你给我装是不是 啊 是被抓进来了 就在隔壁审人的 你到底认不认识他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不干 你将永远见不到你的儿子 我不认识他 说的是实话 这还差不多 老师看着啊 是 张副官 我们这都没问完呢 你没听见 他刚才说了 不认识 可他们两个根本就没见过面 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谁 哎 你看这块料 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家人 他会说谎吗 啊 我说丁教官 咱们还是回去吧 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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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又臭又脏 刚才 你为什么会被他们抓啊 为什么呀 啊 快走 张副官 我真不是什么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 我收了别人的钱 把那人杀了 反正你们爱信不信 要杀要剐 随便吧 总之 别把我当日本人就行 你还敢说刺激 是中国人吗 当然 这可不是一只干活的手 倒真是一只拿枪的手 那你说说 你到底替多少人 削了多少灾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人 你到底说不说 我真的是中国人 挺厉害的嘛 手指断了 还在回答我的问题 你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特工 正常的人手指断 早就哭点喊娘了 可你 你还在冷静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受过训练的杀手 没错 但是 我就是中国人 切不是我一枪打死你 打死我 我也是中国人 岳长官 人要是打死了 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万一他们还有同伙的话 那 张廷长官不就有危险了吗 先留着留着 待会儿再审 唐司令 我还没问完呢 没有证据之前 怎么能说他是日本人呢 万一你真的一枪 把他给打死了 那不就错杀了一个 我看 先让人把他给关起来 等张廷明他审完了以后 再来审他就行了 司令 审完了 那个人说不认识这个人 坐好 约高 住手 你看 我没说错吧 这个人 跟那个刚才被打的 根本就不认识 他不过就是那些 什么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过来当替死鬼的罢了 虽然说也是个刺客 但是我想 跟刺杀张廷长官的那些鬼子 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我看隔天再审吧 唐司令 人还没审完完 你不能下这样的结论 像你这样审下去的话 人都给审死了 带走 卫兵 慢着 人是我抓的 你没有这个权利 别告 怎么回事 还没审完呢 不许到 是啊 汤伯父 怎么着也让我们把人审完吧 莱莱 我希望你不要插手这件事情 你又不是军校生的 当这个浑水 你就不怕影响了 我跟你父亲之间的情谊吗 司令 别告你冷静点 人我们已经抓起来了 他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我们可以找机会再审 他是日本人 他去过东北 他这张脸 早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如果不是为了打探清楚 鬼子刺杀张长官的消息 我抓他的手 他就已经死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 队长 这 吃饭了 有个人 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三日之内 你什么也别说 保你儿子 平安无事 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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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站住 站住 你刚才说的 那个人 就是杀害咱们全家的凶手 是不是 逗你是不是 逗你是不是 你长大了 知道忍耐 懂得孤权大局 你要等着杀了那个日本狗杂碎 咱爸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别跟我套尽 爸活着的时候念叨的最多的人是你 可是你给马给岳家带来了什么 行丁的我告诉你 他司令敷衍了事 随时有可能把那个人给放了 但是我越高 一定要为爸报仇 到时候 我请你不要插手 是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 但是现在这个局势 不允许我们感情用事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确保张长官的安全 确保他能够顺利的拿到那片武器 把武器运到抗人前线去 其他的事情 必须放在一边 这是一个军人的使命 司令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日本人 不然这个岳刚也不会对他那样狠 哦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现在就把鬼子关进四楼 等张长官离开武岗之后 慢慢的省问 嗯 好 你这个想法很好 那好 你现在就去把那个家伙 关到四楼里去 是 他妈的 这个家伙 太笨了 这么容易都被抓到 难道非要逼我亲自动手杀吗 四两 还有一个没死 就算小鬼子都被消灭了 在武器交接仪式上那天 我会安排咱们自己的兄弟在现场 到时候把张挺和月刚 嗯 不过 那些动手的人 也都不能留下活口 免得到时候上风追查下来 我们就干脆把这事都丢给小鬼子 让他们去负责 不过去 不过去 别看了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就在里边等死吧 个小鬼 好 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那儿干嘛呢 啊 折腾什么 你还别说啊 你心挺大啊 刚来这个地方就张罗要睡了 你能睡得踏实 张官 这人累了 在哪儿都能睡得着 这地上凉 啊 垫厚点 兄弟啊 睡吧 啊 这个我不错 好好睡 啊 我走 来 天明啊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啊 四亮 有点急事 我在死牢里还发现一个暗道口 这个人明明知道这里有个暗道口 他为什么不跑呢 怎么可能 简直就是胡扯 咱们死牢 孤若金汤的 怎么可能会有暗道 我进去的时候 我看见这个人 正用稻草掩盖这个暗道口 这说明什么 说明鬼子是刻意进到我们这个死牢里来的 他们是提早有余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先要按兵不动 我倒要看看这些鬼子 他们想要玩什么把戏 岳刚 你带韩冰去趟刘厚德家 争取从他家属的口里 打开突破口 我去找汤司令 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 都要让他同意由我们去提审刘厚德 以免夜长梦多 你最好今天晚上 能问出点什么来 寒冰 我们走 我们也去 必须留下人 到张厅长官房间门口 执亲 我 可是 我 雷雷 你一直口口声声说要加入我们小队 现在任务来了 你去退缩呀 行 你要是不愿意去 你说话 不是 我去 我现在就去 刘厚德的孩子不见了 邻居说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带走了他的儿子 这个陌生的男人很有可能就是要挟刘厚德的人 队长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来过 队长 我想起来了 这儿咱们的确来过 上一次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但 我记得雷雷当时去找 全都没找着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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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声当时就断了 都怪我 当时要不是我拦战 如果这个孩子 真的是刘厚德的儿子的话 恐怕已经遭到不测了 马上提示刘厚德 是 干什么 给我开门 没有汤司令的闭示 谁都不能进去 你可以听汤司令 但是现在 你开门的话 他就一枪打死你 快 快 快点 快点 把执门打开 快点 把门打开 快点 把门打开 快开门 把门打开 快开门 他这还有月饼圈 李部长 你要来参加交接仪式 那欢迎欢迎啊 你放心 那我到时候一定都会安排好的 是 是 好的 司令 军校那帮小子也太嚣张 为了提审刘厚德 居然用枪压着我那人 给他们开门 这事先别管他了 刚才上朋友来电话 说战区的高三李部长 要来参加武器的交接仪式 李部长 这个李部长跟王九萌 不是一个比虎出妻吗 他来干什么 怕咱们不给他们武器 来监视咱们 他们俩本来就是一个祸 那怎么办 如果杀了岳刚他们 李部长一定能看出问题来 到时候他跟王九萌 纵上一本 唐思良 咱们可是吃不了冬至紫 哼 那个岳刚 确实留在这儿不合适了 咱们这出戏 如果有他们在的话 实在养不下去 肯定要出纰漏 所以无论如何 一定要让他们滚蛋 报告 进来 司令 战区长官部知道了小分队 消灭了刺杀张长官的鬼子 特来电报通报嘉奖 现在命令他们立即返回军校 开服庆元前线 好 还是上级英明 天明 看到了没有 咱们这些做手下的 得要跟上级 好好地学习学习 是是是是 真的好好学习 中秋节还没有到 就有人给你送月饼 谁送呢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要挟你儿子的鬼子送的吧 我们去过你家 有人看到一个男的 抱走了你的儿子 鬼子绑架了你的儿子 还要杀你 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底细 你现在可以替他们做掩护 但如果有一天 鬼子不需要你了 你以为你和你儿子 还能活下来吗 还不说是吧 那你儿子就必死无疑了 现在你就祈祷他平安无事吧 你说当爹当到你这份上 我也是服了 而且天下的父母 都疼爱自己的子女 如果你再不说 你的儿子就真的 我儿子怎么了 他们把我儿子怎么了 你儿子怎么了 我不知道 只是我们知道 时间拖得越久 你的儿子就越危险 所以 你还是尽早说吧 我说 我说 岳队长 蓝帝中尉 有事吗 展官部已经知道 你们彻底消灭了小鬼子 特地给你们通报嘉奖 哎 这 人还没审完呢 汤司令怎么就上报了 不是上报 通报下来 汤司令也是才知道的 鬼子也太容易被消灭了 现在鬼子都死了 你们还在怀疑什么呢 哦 另外 还命令你们立即返回军校 准备开府前线 参加战斗 我们去前线了 张长官谁来保护 岳队长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汤司令说了 鬼子已经死了 张长官现在特别的安全 如果 你们继续在逗留 留在这儿 那就是违抗上级的命令 如果上面追查下来 你们个个都会有麻烦 好了 命令我已经传达到了 你们赶紧收拾吧 哇 他算什么呀 就赶我们走了 该不会是 跟小鬼子有什么关系吧 你别瞎说 刚才他不是说了吗 是上级的命令 三天之内 你什么也别说 保证你儿子平安无事 说吧 你知道什么都说出来吧 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耍我们的 把门打开 这位中国兄弟啊 醒醒了 别打坐了 我给你换个地方 起来吧 长官 这里挺好的 这里又巢又狮 蟑螂狮子都有 还是换个地方吧 等等 长官 你看我是个要死的人了 我真的不想跟别人一个牢房 在我临死前 让我静静 好吧 就是 让你上路之前 让你好好享受享受 我给你换一个条件好的 就你自己一人 带走 是 别别别 起来 起来 不是 快点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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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老实点 司令 我刚才去看过了 真的是地道 嗯 那 犯人已经 挪到别的牢房了 是的 好 再等一会儿 再把他 移回到死牢去 好 李部长 他马上就要到了 我预计 下午三点之前呢 交接一室 就可以开始了 到时候 那些鬼子 只要当着李部长的面 干掉了张体 呵呵 李部长他就是证人了 这对我们来说 是帮了个大忙了 不但咱们的武器 留下来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 了不起 我们就唠了一个 管理不当的责任吧 啊 司令 您真是高明啊 我下午再派一个兄弟 跟着张体 如果小鬼子没有得手 我就让他 可以的 可是一定得要干得干净利落啊 李部长 他也是个老江湖了 千万别让他看出什么破绽 哦 对了 月刚还在审问着刘厚德 咱们得过去看一下 免得出事 嗯 走 刘厚德 你想清楚吗 你最多只有六次机会 你是要做日本的走狗 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 还是配合我们的行动 消灭日本鬼子 喊兵 长官 我真的不知道啊长官 月刚 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 队长 别说话 我出去 队长 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 月刚 我跟你说你别乱来啊 走了走了走了 队长 走了走了走了 你现在 还有四次机会 我不知道啊长官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什么情况 小官你知道吗 唐司令要赶我们走 什么 赶我们走 是啊 刚才兰尼中尉说 长官部命令我们 马上返回学校 还说 回去之后 要马上上前线去 长官部的命令 嗯 唐司令还说了 这小鬼子啊 全部被消灭掉了 那个张廷长官 已经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了 他还说要通报表扬我们 小官 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抓回那个小鬼子 会不会太容易了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 推三阻止的 不让我们提问刘厚德 但是我们刚开始 提问刘厚德的时候 又通知我们回学校了 更奇怪的是 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见到 那个小鬼子 我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 你们抓到的那个小鬼子 叫山本 是一个特别凶狠专业的特工 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很久 就跟着他的父母来到了东北 并在那里上了学 他手下那几个人和他一样 都是中国通 别的渠道 是什么渠道 对了 你们有没有从刘厚德的嘴里 问出他什么 他到现在为止 还什么都没有说 不过月刚现在正在审问他 你想清楚了吗 我说 宇刚 你干什么 你以为是什么地方 你以为是你们军校 可以让你这么胡说非为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犯了死罪了 什么死罪 石枪闯进监狱 这是奇异 正准备要开枪 打死重要证人 且 你不要怕 有司令给你做主的 张天明 你别坏事 长官 长官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他们行刑逼供 他还用枪准备打死我 看 没子弹的 简直就是胡道 阎明 我们去接部长 让他们两个 立刻离开这里 约队长 听到司令说话了没有 让你们赶快离开这里 快点 还有我请你们 司令 请让我提神那个鬼子 什么日本鬼子 你在审讯室闹得还不够 现在要到死牢里去闹 我告诉你 我现在要去接你一部长 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 司令 今天我必须要提神鬼子 如果你不让我提神的话 就让车从我身上压过去好了 别告 唐司令 烦请您 给长官部打个电话 我们想要留下来 不行 上级下达的是命令 我不能够抗命 唐司令 我不想让刺杀张长官的人 从我面皮底下溜走 那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想让那些刺客活着 想不想 你自己心里清楚 汤瑞 这么说 你也承认 他就是自杀张长官的刺客呢 好 那我就如实向军校方面汇报 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 我是说鬼 没事也跟你们在那边耗 阮天明 一会儿带他们去检查 昨天打死的那五个鬼子的尸体 他们要是认可的话 就马上把他们打发走 玉刚 你要是再站在我车前面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老子的车就从你身上撵过 开车 小心 小心 躲开 算了 不跟他们交劲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 是确认被咱们打死那几个人 是不是日军 岳队长 死的鬼子都在这儿 你们自己验吧 走 看来 我看来 我们不见了 我看来 这儿 就是这儿 我们看来 你这个鬼子都在这儿 是什么鬼子都在这儿 我看来 就是这个鬼子都在这儿 这么好的枪 可吸用不了了 这件事情啊 确实比较稀巧 你跟军销方面确认了吗 确认了 说是战区长官部的意思 如果没什么特殊的原因的话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那看来不光是汤柳为的问题 国民党方面呢 根本就不希望新四军拿到这批武器 现在也只有这样了 你先回去 我会安排的 好 那张挺同志的安全 就全指望你们了 我会加倍小心的 就是他 就是他嚷嚷要回死牢 你这不瞎诈呼吗 这不挺好的吗 哪闹了 我是想回死牢 这地方不比死牢条件好吗 可是死牢那气氛我喜欢 那里有一种绝望的气息 能让人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 你可真是个贱骨头啊 告诉你们啊 他爱回死牢就让他回死牢 反正在哪儿关着 最后都是一个死 湯司令他们也太不讲理了 十天之后 提了酒井的脑袋来见我 唐司令 这任务 我们接了 好 怎么不接电话 校长 喂 无感觉笑 雷雷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什么 汤有为要派你们去刺杀不死将军 好 你慢慢说 队长 你怎么就能答应他了呢 这个酒井将军啊 可是号称不死将军啊 你有把握吗 所以 我们需要一个人 一个 了解敌战区情况的人 算了算了 我们先混进去再说 说不定到时候啊 不用什么人 我们也能杀了酒井 别管这么多了 我们呀 先进了敌战区再说 你们想想 酒井在安寨 那我们就去他老屋安寨啊 是的 我们现在需要的任务啊 就是要想办法混进安寨 从现在开始 你们再次待在我的身边 一起参加我制定的计划 将军 我们收到消息 清元城已经派出了 暗杀将军的行动小队 罗辉呢 可能出去了吧 罗辉给你捡的吧 我看看 这枪真不错 还不赖 我的枪被打坏了 这枪准行怎么调不了啊 新玩意儿 正准备去浇验了 一会儿去怎么样 还给你 罗辉的小钢炮呢 钢炮不就在那儿冲 不见了 糟了 这小子私自行动了 那要是这么做 我还挺佩服他的 至少这回他像个纯炎味 我们现在正陷在一个困局里面 不知道究竟长什么样子 更不知道究竟身处的环境 不过我想 罗辉一个人去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他一个人身影小 没准能提前查到一些情况 谁都可以 就他不行 他总是忙忙撞撞的 必须有人陪在他身边才行 丁教官 昨天晚上校长接到雷雷电话 特意让我赶了过来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去找汤司令 走吧 去安寨 不等教官了吗 走吧 司令 刚齐的龙警 报告 进来 丁教官 你不在军校里好好地待着 跑到我部队里来干什么 司令 岳刚他们作战经验太少了 您是不是考虑一下 令换他人去执行刺杀 九警的任务 那既然你担心的话 就跟上次一样 你跟着他们去吧 军校方面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司令您同意的话 我就和他们一起 去完成这个任务 那好 随便你 多谢司令 队长 没想到这两个小鬼子 竟然跟这儿待着呢 之前在武刚跟他们交手的时候 有没有谁 没跟他们打过照面 好像没有吧 他们难道是跟着我们来的 现在不会已经知道 我们到了吧 坏了坏了坏了 雷雷你说的没错 咱们很有可能啊 已经掉进 汤司令的陷阱里了 我们先找一个地方歇歇脚 明天一早 到日军司令部门口 探探情况 是 走 报告将军 东西已经准备全了 你马上安排 于宽任命一事 姐姐 在司令部的门口 时间 明天上午六点 把我准备好的情节 连也发出去 是 将军 这个于宽 不是让您很满意吧 哼 这个人 私底下走运军火鸦片 我怎么会喜欢这个人 但是常常有人 在我面前举荐他 我总不能让朋友失望啊 这是个好机会 让这个未来的会长 亮脸像 鱼狼哥 你看 其实怎么这么热闹了 这小鬼子 是不是要办什么活动呀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任命商会会长 酒井说不定会出现 他如果来了 我们就在门口 给他送份见面礼 你看 这么容易暴露 还搞完杀呢 走 队长 你干什么呢 我替你们提前探路来了 还提前探路呢 你知不知道 王雷雷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新手 都一眼看到你了 那边有个阁楼 视野比较开阔 比较适合附近 距离鬼子司令部 有多远 这个 得到阁楼实地测量 这样 一会儿 寒冰和我 到隔壁阁楼埋伏 如果酒井出现 寒冰找进会狙杀 其他人到巷口 掩护寒冰车离 是 走 老师 你怎么也到安宅了 岳刚要来自杀九戒 上级派我来支援 安宅有咱们的人 关键时候啊 还真能帮得上忙 可是到现在 我也没找到岳刚他们 不过我估计 他们就在司令部附近 星园路五十八号 可以找到我 这是街头的暗号 五百五十米 好 你这块毛色九八开的狙击枪 有效射程之六百米 打那儿肯定没问题 现在 我们也只有这把枪 能打那么远了 确实是把好枪 记住了 只能开一枪 一枪以后 我们迅速撤离 绝对不能有半点犹豫 小姐先生 有您本人亲自办发任命书 碧人非常入行 虽然是短暂的仪式 但是重复地表明 我对你的认可 以后不要辜负我的信任 将军请放心 碧人一定全心全意 为将军效力 好 有人来了 鬼子来了 安宁 你在这里埋伏 我去外面捎住入口 你们两队分开搜 其他人跟我走 是 快快 我还是找岳刚阁他们吧 你就在这待着 行了 我们要服从队长的安排 好好观察 丁教官 丁教官 教官 喊兵跟月刚呢 他们在阁楼埋伏着 狙击九井 让我们在这接应着 看来大家的运气都不错 是啊 我看咱们简直就是 红允当头 红福齐天 而且现在 韩兵有了那个缴获的 盲索狙击枪 只要九井一出现 非死无疑 那我们不是一天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希望吧 报告 没有发现任务情况 走 我们去那边看看 鬼子已经走了 你在这里埋伏 我去旁边的屋顶盯着 各位朋友 今天主角不是我 是我身边这一位 韩寨会所 未来的会长 我是带着大日本帝国 将认识出 授予帝国的皇后 于幻先生 各位 安寨商会是大日本帝国 管理安寨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商会 可以把本地百姓 和帝国军人 同时联系在一起 所以商会会长 就必须要求他 能够言语律锦 客气奉托 同时 对我们大日本帝国 要非常地中心 约会长 要符合这个条件 有刺客 保护好将军 快去结衣 是 韩冰 怎么样了 没打住 你先撤 我掩护 你走 执行命令 韩冰 别刚 队长 队长 丁小官 刚才听到这边的枪声 我们马上赶过来 你没事就好 韩冰 打中酒酒没有 肯定打中了 我相信你 执三以弊 快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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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冰 她抹准究竟没有 怎么不进究官和队长他们 他们应该在后面 马上就到了 韩冰 到底打中了没有 怎么了 失手了 教官 你们都在啊 教官 岳刚哥礼会 在司令部等咱们 一起去见汤司令 教官 我明明秒的是究竟 可是 打中了却是边上的人 怎么会打死的是 旁边的人呢 他们也许 是纵向重叠这排列的 两个脑袋啊 是重叠在一起的 这个很正常 没关系 不是的 是平行的 什么 那会不会是你描错 打错人了 难道 究竟真的打不死 我们从 国军的狙击手 选择伏击的地点角度 当天的天气 和各种分析出来的 都是最佳 最好的 但是子弹奇迹的 偏离了55厘米 真正是神灵赐给我 酒井的55厘米 没有完成任务 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还找什么借口 大好的一个机会 就让你们给措施了 说 怎么处置你们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司令是给我们 十天的时间吧 那就怎么样 既然十天的期限没有到 司令就不应该 现在处罚我们 就是 要处罚 也得等十天之后吧 汤伯父 这次失误 肯定有另外的原因 我们一定会从中 找到失败的原因 在资金安宅 自杀酒井的 不要再找借口了 司令说得对 大家现在不要找借口 但是 司令是一个 言而有信的人 说给你们十天 就给你们十天 是不是 是 好 现在已经用了一天了 你们还有九天的时间 要是在这个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话 我就军阀处置你们 请司令放心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我现在就会安战 去摸清楚 究竟下一步的活动 那 殿教官 那到时候 我们怎么联系你啊 我会主动联系你们的 是 这个小鬼子 要是让我逮到他 我一怕轰死 行行行 就你厉害 就怕你轰不到人家吧 行了 都别吵了 韩兵 你记住 再好的猎手 也不是每次都能捕获到猎物的 这件事情 的确非常蹊跷 枪口瞄准的是九警 打中的却是边上的人 在有效的射程范围之内 气候条件又非常的好 这把枪 这把枪 是从鬼子手上抢回来的 那 是不是这把枪的问题 你们的游击战打得不错 组织上对你们提出表扬 谢谢组织上 对我们安占游击队的支持与鼓励 可惜啊 这次对付九警 我们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真是完成不了任务 九警 的确是很难以对付的对手 你们要秘密见识他的一举一动 要掌握他行动的规律 约杆他们刺杀九警 他们可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 他们的教官丁建峰 是我们的人 你们要密切配合 共同完成刺杀九警的任务 是 九环 不可能 队长 这子弹怎么会拐弯啊 我不想在那爆把了 太危险了 回去 伤不到你 来来 我们把那天的情形再演示一遍 韩兵 你确定那天 你跟九警的距离是500米吗 准确距离是550米 那九警跟边上的鬼子的头部距离呢 日本电台报过是55厘米 我们现在拒靶子的距离是50米左右 韩兵 你向后退5米 好 韩兵 你们要九环的位置 韩兵 你确定 你瞄的是九环 当然了 我明白了 55厘米的偏差 550米的距离 也就是说 这个枪的瞄准器 有一毫米的偏差 我们再往前推算 一毫米的偏差 那么100米的距离 就要偏差100毫米 正好是10厘米 55米的距离 就要偏差5.5厘米 正好是十环 打到九环的距离 所以 韩兵瞄准的是九环 但打死的 却是边上的罕见 可是 这枪是小鬼子的 那他们为什么使用这种 有误差的枪呢 会不会鬼子故意留下的 有这个可能 目的就是让韩兵开枪的时候 打偏目 我的妈呀 这小鬼子也太可怕了 这九环 不会真的不是人吧 这 他怎么知道会用这把枪 诶 韩兵 看来 你得用回你以前的枪了吧 九环想利用心理战 达到不战而去人之兵的目的 其实 只要我们搞清楚他的心理 就能完成这个任务 看来 这把枪是不能用了 还是我以前那把枪好 更可靠 九环 咱们等着敲 我们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足够的炸弹 要想在半路对他埋伏 就要设置足够的炸弹 但是 汤司令会给我们吗 在武港的时候 我听教官说 清源城外有个兵工厂 我们可以去那见一遍 那具体地点在哪 这 文波团长 队长 队长 司令 您看看吧 岳刚他们这次失守 究竟借机大肆宣扬自己不死将军的威名 他们这帮蠢货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失守了 到时候完成不了任务 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报告 进来 司令 密地 酒井 他要去视察东县 田明 马上把这个交给岳刚他们 对了 通知郭团长他们 跟着一块去打伏击战 司令的意思 是想帮岳刚他们 我的意思是 要让他们在我眼皮底下永远消失 我看过了 伏击地点 就定在这个沟谷里 这里是酒井 去东县战场的必经之路 只要他一踏上这里 我们就让他 去见他的天皇陛下 有把握吗 有 有鬼子 你闭 鬼子也是来勘察地形的 看来鬼子也怕遭伏击啊 这样 我们就不用担心 酒井会不走这里了 队长 这 还是打 可要是打了 万一酒井不来呢 可是 这是我们巡逻的防机 不打反而显得不正常吧 打 一个活的都不留 那边 不留 那边 去看看 我需要安寨的兄弟们帮助我 监视酒井的一举一动 你就放心吧 他们也在寻找机会 只要找到机会 坚决赶掉酒井 还有 麻烦您告诉他们 如果没有万全的把握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容易打造惊蛇 好 明天上午八点 在旧经司令部 大院门口见面 保重 好 岳刚 那就这么定了 我在前面的 你们在后面埋伏 他们这么多人 我肯定一下吃不掉他们 到时候 就看你们的了 好 郭团长 那炸药的事 你算是找对人了 你们要这么多的炸药 也只有老陈那儿有 这样 我先放弃 你带着他 明天去找他就行吗 谢谢 财君 今天出去探路的士兵 无意生患 您看 是不是取消东线视察的计划 如果他们不动手 就暴露了他们知道 我去东线视察的消息 您是说 您去视察的消息 已经泄露了 不说这个了 庆元有什么消息 哦 目前 庆元城内 国军将是士气敌落 他们正在安排 郊外的兵工厂 大量制造武器弹药 希望用新武器 抵消士气的敌落 他们还打出标语 保卫庆元 消灭 消灭什么 消灭酒井 消灭酒井 好 这个表姨好 看来 庆元守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我们只要加最后的一根稻草 哈哈哈哈 为了配合我的心理战略 我一直都没有给兵工厂出兵 但是我的人早就混了进去 明天中午 我的人会演出一场好戏 动摇工人的新鲜 对了山本爵 看来这场戏 要加大戏吗 你明天带人趁混乱进去 把兵工厂的弹药库给端掉 嗨 这些都是 嗯 是按你们的要求 每一包都有二十五公斤 没有雷管 也没有金属物 只要这些 纯度够高就可以 这个你放心 你怎么办 去看看 快走快走快 快快 快 这是风 是 就是 片哥 在楼顶 给我追 是